哈喽 祥叔的宝宝们 我刚刚拍摄完 然后回到化妆间 因为最近换季嘛 而且我刚刚回到北京 我就觉得脸特别的干 每天都紧绷绷的 就是变得很干燥很敏感 我不知道你们跟不跟我一样 我觉得换季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今天我想推荐一款 我最近用的非常非常好用的 一个单品给大家 就是这一款 最近钟爱的喷雾 这个是磕润的保湿喷雾型精华水 我听到这几个字 我就觉得好水润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神仙喷雾 这款喷雾的质地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平时 我喷的那些喷雾都是水质的 而柯人这款呢 它不一样的 就是它喷出来是乳白色的精华质地 喷到脸上呢 我就觉得脸一点都不粘腻 非常的干爽 而且像我平时上完妆 就怕它喷雾不够细 把妆弄化了 这个就完全不会 而且还非常的滋润 我给你们试一下 哇 二拉按一下会一直有水雾加喷 好清爽啊 我在手上给你们试一下 你看 你看 看 看 它是乳白色的身体 就是它已没有精华存在 就很舒服 而且它的雾面非常的防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棒的成分 就是神经鲜功能成分 所以呢 它的这个名字非常好听 就是叫神仙喷雾 其实我们很多肌肤问题呢 都是神经鲜胺不足造成的 换季的时候 我们皮肤会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发红啊脱皮啊敏感 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帮我们快速地修护舒缓 和维稳我们的皮肤问题 不论是任何的季节 都可以让我们拥有 强韧的肌肤品护力 而且它将神经鲜胺功能成分的维系化 可以让精华更好地渗透到 我们的皮肤里面 让它发挥更好的效果 而且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 让我觉得用起来很安心 就像比如我最近下巴过敏 就觉得完全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喷在皮肤上也是非常的细腻保湿 不会粘腻 忍不住再喷一下 另外它的喷头设计也是非常的方便 就像我平时完全可以这样单手使用 而且我以前有一些就是倒过来 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喷出来 像这款呢 它就是可以把瓶身完全转过来喷 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很贴心 就是随便每个角度都可以 因为最近换季嘛 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用这款喷雾 给我们的肌肤维稳修护 像我拍戏或者是我收工回来 在家的时候都会使用它 另外这款神仙喷雾 它不仅可以使用 脸部使用 身体也可以使用 像平时洗完澡之后喷一下 大家都不用用身体乳了 而且它有三款包装 就是这三款 适合我们不同场景需求 比如说我开工的时候 就是方便就拿小瓶的 然后浴室可以摆一个大瓶的 中瓶的你随便可以摆在床头 超级的方便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宝宝们还有什么希望我分享的好物 可以留言给我 下次见拜拜